你的身影王座一旦现身 第七主战狂陌生阿难 马上就能找到你 龙行鱼 跟着我们 昊辰只会更加危险 我会再安排另一条路 如果有一条路 可以去终结这场战争 守护我喜欢的一切 昊辰 你的先天内灵力高达97 是骑士圣殿有史以来 第一个光明之子 昊辰 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爸爸 这是什么 这是圣隐灵卢 一种罕见的无数型灵卢 圣隐 灵卢 灵卢乃天地之宝 是所有强者追逐的目标 哪怕只拥有一个灵卢 也会让你更加强大 目前已知的七十四种灵卢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效 比如之前救你的那名刺客 用了先机灵 主攻击 毁灭 而我手中的圣隐灵卢 则最适合守护骑士 灵卢融合 你需以鲜血为饮 灵力为为 黄尘 准备好 这是你身体里处存灵力的地方 名为灵力空间 接下来 你将在这里融合灵卢 圣隐灵卢 虽然在已知的七十四种灵卢中 仅排名第六十八位 但它的稀有度 足以和排名前十的灵卢相比 为什么 因为它独有的特性 牵引 一旦发动 敌人就只会攻击你 而不会攻击你 而且 它至少有三次进化的机会 银龙还可以进化 对 每次进化 它都变得更强 这就是爸爸为你选的第一个礼物 希望你能喜欢 我很喜欢 谢谢爸爸 你一定会好好修炼它 好了 灵卢准备与你融合了 凝神鄙息 慢慢接纳它 我站在这里就可以了吗 浩尘 你知道 初英不离开父母的羽翼 永远也不能成为 翱翔九天的空中之王 唯有凭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一切 你才能真正拥有奇事的荣耀 我和你妈妈 要去履行一个很重要的约定 以后 你一个人也要好好修炼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宝宝 什么意思啊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你一股 都不能避免 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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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太重感情 既是你的优点 也是你的缺点 以后爸爸妈妈都在身边了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你妈妈都要走 那为什么不能带上我 不要哭 这只是暂时的离别 不 我不让你们走 爸爸 我不要和你们分开 我不要和你们分开 从小到大 晨晨从未离开过我 星云 我想留在这里 后辰背负的使命 不允许他软弱 只要你留在这儿 他心中就会有惦念 就永远也无法成长 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晨晨 晨晨 妈妈 妈妈 我们好不容易在团聚 我不想离开你们 晨晨 晨晨乖 不要哭了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晨晨答应过妈妈 要努力成为强大的骑士 然后保护妈妈 对吗 晨晨 妈妈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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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月儿 我们该走了 放心吧 灵卢已经融合完毕 她没事了 好 浩尘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和你妈妈已经走了 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又坚强起来 以后你能依靠的 只有自己 爸爸给你留了一本关于灵卢的书 这次来不及指点你了 你自己 要好好学习 你融合了圣语名录 短时间内 灵力会幼此降低 这是融合毕青的过程 只要你亲家修炼 她反而会加把你的灵力增长 既然你选择了双修骑士 除了学习传承之界里的技能 还要去浩岳分殿 学习守护骑士技能 拜一位叫易华的骑士为师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她是这个世界上 最强的守护骑士 你跟着她学习 我也能放心 如非必要 不要轻易暴露 你同时是承戒骑士的身份 更不能暴露你光明之子的身份 这些 都是为了保护你 你那枚勿望我见 这些是相当罕见的弓箭技能 用灵力激发便可使用 此外 她还有互种的技能 以后 你可以慢慢了解 爸爸希望下次再见时 你已能独当一面 记着 除非你成为七界圣殿骑士 并获得秘银记作战改 否则不要来找我们 如果不能彻底阻止弥足 暴天阵就永远无法获得能力 只有自己变强 才能守护想守护的一切 爸爸妈妈 等着我 盟主大人 这次驱魔关之行 你表现得很好 多亏了杨爷爷您的王座之力 才使我们能绝地反击 驾驭神明王座有什么感想 我感受到了源源不绝的勇气与希望 所有人都因此被鼓舞 可我 还感受到了 您为此付出的代价 您已经被困于生成这狭小的区域 竭近百年 每一把神明王座 皆拥有独特的制高力量 付出的代价也各不相同 但未来 你突破九阶 拥有挑战神明王座的资格时 我希望 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杨爷爷 我听说 虽然有六把神明王座 但其中一把 却从未有人拥有过 不错 是永恒与创造之神明王座 他从未回应过任何挑战者 驾驭您王座的那晚 我做了一个梦 我去到一片绿色的湖泊上 那里有很多白色的 发光的小鹿 屹立在他们身边的 还有两座巨大的 忘不到顶端的骑士雕像 而在骑士的身后 湖泊的最远端 是长长的阶梯 在那上面 我看到了一把发光的王座 杨爷爷 我想 那应该就是我的目标 这孩子 可比我们当年优秀太多 纵观骑士殿所有神印骑士 也没有一人提前获得过 王座的召唤 我的孩子 当然优秀 既然如此 为何却不肯见他一面 与阿难的下一次战斗 马上就要到来 这些年 我与他数次战斗难分胜负 但这次 我却有个强烈的预感 我们的战斗即将迎来终局 与其让昊臣担心 不如不让他知道 请您将此物 在适当的时机转交给昊臣 秦渊 你竟然要把这个交给他 这 可能是我这个做父亲的 能给他最后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当时的支持